哈囉 我是教育爸 茶瓶 我龍爺 我相信大家就是 前幾個月都有出去小報告 可是呢 狀況並那麼靈想 但是現在八九月開始 我相信一定會更好 因為什麼 颱風來了 聽說颱風來的時候呢 白帶從日本那邊 會越來越多靠近來 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講說 怎麼綁鐵板的 然後白帶的調阻 那呢 綁鐵板之前 先必須要去了解鐵板的種類 像我們就是以HR的戰神 跟指電子牙 這個是玩Slow的 它會這樣飄飄飄飄飄 那其實指電子牙呢 它也比較適合玩Slow 以這兩種來為大家示範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需要強化高速轉圜 它們就是有兩節這樣子 3號的路牙環 強力路牙環 當然 這些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有勾子 它除了是四門勾 它上面還有塗上夜光氣 戰神呢 其實它的 這面呢 它也是屬於夜光氣的 那它的板型是比較偏比較短的 那這個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戰神鐵板 跟路牙環 再加上鐵板勾 綁鐵板調阻 其實要如何去判斷它 為什麼我要加高速轉圜 增加長度 或者是不要加高速轉圜 增加長度 其實可以很明顯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你勾肩這樣對下來的時候 那剛好在鐵板的一半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加上路牙環 套上路牙環之後 我們再加上鐵板 接下來眼睛朝上 那這個就是戰神綁法 它綁法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它的勾件剛好就是會露在二分之一的部分 如果你太長的話 其實它在飄落的時候 這塊在迴旋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可能會打到你 會趴到你的線 其實在吊白帶 我們個人認為 需要夜光這個東西 你看一片茫茫的黑黑的之中 就你的勾子在那邊閃來閃去 它就會想去弄它 對不對 就去弄它 OK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戰神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就為大家示範 這個是指電之牙3 指電之牙3 其實它算是一個蠻新款的東西 但是 當你在看它細細長長的時候 你會以為它是有快鐵 其實它不盡然 它可以讓快 可以讓慢 因為它除了細細長長 看到它其實 底下它這邊是比較微胖一點點的 其實你看我們之前有影片的時候 我們指電之牙3 有玩過飛扁 它可以做快充 那這次的話 其實它傳掉也是可以用的 對 所以我們個人其實是蠻推指電之牙3的 那它勾法會比較特別 原因是因為 像我們剛剛說 這個 勾間要到這裡的一半 對 可是它偏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就會加上了 強化高速轉彎 像如果說 你看我們因為就是增加了這個 的距離 所以它還可以在這個 尖遠的部分 落在這邊 落在這個一半 所以呢接下來就是先 鐵板 然後這邊是路牙環 然後呢 一個強化高速轉彎 然後再一個路牙環 再直接接勾子 到時候呢 我們會實測給大家看 那鐵板尋用的特數的話 其實 我們大部分都是讓100克居多 那也是希望接下來的 八九月 與我收穫滿滿 OK 謝謝大家 有了有了 中語了中語了中語了中 這麼好的東西 只有我們能用到嗎 沒有 大家都可以用到好不好 然後我們會 各給你們 兩個戰神 跟兩個子電3 那呢 戰神110克 子電之牙100克 戰神 子電3 3 搞搞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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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在一起 OK 來這影片到這邊囉 OK 謝謝大家 有了有了 中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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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下提供喔 謝謝